似乎有職員的出現 如何疏散乘客 所以我去了那個位置 就是電梯口的位置 其實是不上不下 那時電梯上已經有一大群人在 那群人其實是有戴口罩 又沒有戴口罩的 還有穿不同顏色的衣服的人 如果這麼不幸 在那幾秒的時間內做錯了決定 譬如我決定跟那群人走進那條電梯的時候 可能已經無緣無故被捕了 在這個幾秒之間的時間 會不會有一個判斷的失誤呢 其實是絕對有機會的 由於綠色線三號月台車卡 有滅火桶煙霧 很多人, 包括陳小姐 都過了對面往中環方向的四號月台 事後防部警察衝進車廂 我看到其實也有很多市民 那些畜龍的揮棍 是每一棍都吐在別人的身體上 然後有個女士 剛剛那個女士 她坐在那裡不停洪哭說 你不要這樣, 我求求你 總之她進來揮了幾下棍 她又走出去了 她整個過程其實沒有拘捕 沒有解釋 進來只揮棍在那裡襲擊市民 我看到的是有警察來那一刻 竟然每個人都很害怕警察 為何他們來了往中環的車卡 去襲擊我們 然後她沒有走過來問 你是誰 都沒有做過任何她去詢問的過程 她就是拿著她的滋棍 拿著胡椒噴霧 打人、襲擊人、噴人 一群應該要保護香港市民的人 最後令香港市民受傷的人 為何會是一些要保護我們的人 令我們受傷呢? 這段拍到防暴警察打市民的影片 位置就在陳小姐隔壁的車廂 不要打 你幹什麼? 不要輸了, 你不要… 不要輸了, 師傅 不要輸了, 師傅 不要輸了, 別輸了 她們抱著一起不斷哭, 生性